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在捕杀 谁在吃它 谁在保护 谁又在放任屠杀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颇阳湖候鸟生态调查 各位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多朋友都知道江西颇阳湖是候鸟的天堂 每年一到了冬天 成千上万的候鸟 从我国的东北地区跨越千山万岭 飞往颇阳湖过冬 这其中有天鹅 有大雁 有东方白贯等等 这些鸟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都很优雅 很盛洁 但是一双双罪恶的黑手 已经伸向了他们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在江西当地 候鸟保护的志愿者说 沿颇阳湖岸的许多地方 捕捉 运输 贩卖 食用候鸟的产业链已经存在 南昌市是最大的集散地 通过这里 向东或的向南 天鹅大雁 东方白贯等野味就流向了广东 浙江上海等地 这里是南昌市里较大的一个农贸市场 有大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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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拉着人 哎呀 你谁搞这个东西 不能搞的那东西 谁敢买金鸟 买大愿 犯法不怕犯法 不是 我要有人在这儿买 养食的 告诉你 记者在几家农贸市场 无功而返 感到捕捉贩卖候鸟的现象 也许没那么严重 只有一家商贩 把我们带到了它的储藏室里 让我们来看它的秘密 这里面光线很暗 靠墙有很多木条定的笼子 有一只不知是什么品种的野鸟 被关在里面 你要什么货 或者你 老板说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 会有野味送来 第二天一早 记者如约又到了这里 老板拿出了一个袋子 袋子里装的并不是天鹅大雁什么的 而是一只毛头鹰 室内的光线太暗 袋子里的毛头鹰看不清楚 我们现在已经打好了 把我现在扒走了 你们也看到我前面 我们都是空门 这边我们的库民在 像有点 因为我们这个生命 都是在黑量浮沉住的 独港光明人大的 正在这时 记者的暗访设备被老板发掘了 身份暴露之后 暗访只好终止 在大街上 开出租的师傅 向我们透露了另一些内容 天鹅和大雁 其实都是可以搞到的 那些东西赶紧看就行了 你说现在还有 还有加金额 还有打金额的吗 有啊 现在管的这么远 是吧 有啊 怎么没有 你想把一只一只买都可以 你到这里买肯定 它会宰你了 直接到那里买肯定好便宜 哦 这国人买这么便宜 那肯定的 但我想这个东西也不好用啊 这也办了 啊 就是啦 反正说那么多 管不有啊 那里好多抓的了 那个导致当地的那个村民呢 就拿来捕抓的了 那就放在那里 出租车司机又说 二道贩子 从猎鸟者手中收购的活天鹅 价格约在每只六七百元 转手价格是一千到一千五 大雁活的也在八百左右 如果流入了高级宾馆酒店 则价格还要翻数倍 这些野生候鸟 最后的归宿 就是上了时刻的餐桌 那么是什么人 在偷偷的宰杀 食用天鹅洞 国家保护洞呢 司机说他可以领我们去个地方探探敌 他开着车 拉我们去了新建县的一家饭店 什么 野饭是吧 就是一道料理 那个人像这样的菜 都是那个 不像不来的 这个规模跟着那个 跟着一个 还有八十 那后面还多少钱 四一个就是八百 四一半就是四百 那里面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们提出要到厨房挑一下野味 老板便带着我们去了后厨 从冰柜里厨师先给我们拿出了一只野鸭 那你们在那儿也看出来 这什么货 这就是一半 一半 两斤多年 你这都得吃醉了 没有 是不是野鸭太小啊 这跟鸡没东西 这差不多两斤哟 两斤哟 这都退了毛的 对了 不退毛一吃毛也就在干嘛 那就走一个小时了 见记者拿着野鸭 认真端详 却就是不点 厨师起了疑心 记者只好迅速点菜 后来老板便带我们 又上了顶楼 楼上挂着两只 比家鹅还大的鸟 这这啥呀 这蛤子 鸭子 这是电子 那个鸭子 你好 这是电子 真端的电子 电子 电子 这哪里电子 这是那个不然湖的电子吗 就是不然湖的 肉放了多少时间 这是上个礼拜摆的 摆了过年的嘛 这怎么弄到的 电子 电网子 电网子 电网跳起来 摆脱这家饭店的老板 记者找了个借口 嫌她的天鹅不是活的 后来我们的午饭 是在一个大妈家吃的米粉 天年就说还有很多 那为什么一下就少了 现在你讲 看着话不到呢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些人不杀的业 不杀 这个东西高级的起业 是吧 他一个晚上 他可以搞多少天鹅 是不是啊 他也来搞 你也来搞 是吧 一个天鹅要卖一千斤 谁不来搞啊 天鹅 天鹅 那个大业也要 他都哭着睡 他要被赖到这里 他飞到百方计 他是笑的 声音都不一样 端上餐桌 成了美味佳肴 是天鹅和大雁 在这儿的最后归宿了 那么当初 他们是从哪儿被捕来的呢 颇阳湖上 与颇阳湖相接的 有许多县市 他们都在靠近湖水的位置 设立了保护站 保护站的一个重要职责 就是保护湖里来过冬的候鸟 不受伤害 同时 打击那些 敢于近湖 偷猎鸟儿的歹徒 那天下午四点 记者来到了 隶属于新建县的 一个保护巡察站 这人吗 您好 这位从牌桌下拿着钱 正往衣服里塞的人 就是巡查站的工作人员 所谓天网 就是不法分子 在浦阳湖的潜水区域 所架设的用来捕猎鸟儿的网 最近咱们有没有在浦阳湖里 发现有些网 我们的女人 基本上找不到那个地方 基本上没有发现 我们年内已经搞了一次 搞了一次 搞了一次 搞了两次 就是说在你们能够走到最远的这个区域之内 现在是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幸福啊 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已经发现了 就这样 天天 按照这几个正在打扑克的巡查站的工作人员所说 狐狸经过严厉整治 天网是没有了 候鸟被猎杀的现象也没有了 所以大家才能这么清闲 记者并没有完全相信巡查站工作人员介绍的情况 在当地候鸟保护志愿者黄仙银的带领下 采访的第三天凌晨四点多 我们在新建县所辖的一处湖滨湿地接近了国阳湖 摩托车开到湖边 我们都换上了橡皮衣 接下来的路就只能靠我们的两只脚了 湖边的潜水之下都是泥潭和沼泽 很多地方脚踩下去就被陷住 行走起来非常困难 给我们做祥岛的候鸟保护志愿者黄仙银 多年来在湖区 看天网救鸟 举报偷猎者 是一个让不法分子非常头痛的人物 破坏了他们的好事 因为他们就靠着吃饭 一年一二十万 像他们家里面盖的楼房 不是讲假话 他们就是靠着破坏户的天网盖下来 拿着那些森林的性命来换的钱 天光逐渐放亮 远处飞来了一群鸟 黄仙银说 每年十月以后 天鹅和许多鸟就从北方飞来 可是到了来年春天 很多鸟就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他们都死在了捕猎者的手中 黄仙银告诉我们 偷猎者在湖中张开天网之后 通常他们在深夜和凌晨时分 在近湖捡食猎物 我们有可能在半路上 跟这些人狭路相逢 我们渐渐走到了 离岸很远的地方 已经是人机罕至了 可是突然前面的泥地上 出现了几串清晰的脚印 黄仙银说 因为捕猎候鸟会被判刑 所以偷猎者往往穷凶极恶 如果单人独计的遇到他们 是非常危险 黄仙银有几次遇到过 曾经遭到过对方的持刀威胁 和棍棒殴打 最危险的一次 他是靠着装死 才侥幸逃生的 黄仙银在湿地上 走起路来剑步如飞 我们落在了后面 突然我们听见 他在前面喊了起来 等我们跟上来 黄仙银说 远处有三个小黑点 那是三个人 可能就是前来收鸟的人 你当时看见什么了 就是说看到三个人 背上大的绳子袋 绳子袋里面有鸟 但是说 我不能说是天鹅大鹽鸭子 因为我没看到实际 老黄说 这些人显然也看到了我们 他们绕路走开了 我们寻找的天网在哪里呢 大约在走了近两个小时以后 湖面开始朦朦胧胧 黄仙银指着一片雾色说 那里面就是天网 踩着湖水往深处走 渐渐的水中一些几米高的竹竿 跃进了我们的视野 竹竿中间挂着细细的网 在上午九点钟 行走了十公里左右 我们终于见到了天网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 颇阳湖新电县管辖的地段 我身边的这张网就是盗猎分子 专门用来捕杀鸟类的天网 它是用很细的尼龙丝制成 但是不管是天鹅大雁野鸭子 只要是粘上了这张网 便在街南逃 天网架设在湖中潜水区 鸟类食物比较丰富的地方 鸟儿在飞起或者降落时 只要钻进天网 就会卡住翅膀 无法进退 无法逃脱 首先就是投进去 然后就是脚翅膀 就都套在里面 对对对 越增长就这个越紧 如果在两三天之内没有人来的话 这个鸟鸟就是死了 它自己挣脱不了吗 挣脱不了 这个东西这么细 注意事 还真拽不动 对 黄贤银说 它不止一次的见过天鹅和大雁 被往缠住的彩像 那个眼神很悲哀的眼神 那个就是说它那个两边 我们人会扭眼泪上 它的那个眼角的全是有液体 那就是鸟儿在流泪 对对对 它的同伴就会来救它 在救不了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一起走 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就是按照我们所说 像过去的那个什么 那个寻情那样的 就是它比我们的能力还忠贞 在一片天网上 我们发现了一根残存的白鸟 你看哈 你看这呢哈 这就是天鹅 纯粹的天鹅 纯粹的天鹅 是一只白天鹅 对对 你能根据这个羽毛看出来 对对对 这是天鹅 对对对 完全是这天鹅 我们继续顺着天鹅往里走 渐渐的 网越来越密 原来还只是零星的几排 后来就连成了片 再往里走 天鹅迂回交织 绵延无尽 视线索急 竟然没有看到尽头 那都是天鹅吗 什么是天鹅 那这也太密了吗 这个还不算 这是冰山脚的现在 这边应该算是冰山脚 上次我还砍掉很多 那个咱们在湖边看 只能看见一个个立着的竹竿 您知道那个网的布置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网的方向就是它有一定的方向和规矩 这是一条 这是一张 对 这样子 要么就完成这样子 哦 这种纵红交错 对对对 纵红交错 这事实上也有多高 不是这样搞的 鸟到那边没有红 多么地板 这个好不像 你到底要看得更像 同行的 人民日报的记者说 半月前 他曾来过这里 当时天网的密集度 就和现在差不多 新建县委宣政府 给我们 发了一个反规函 因为我们报道之后吧 他就说 组织了三台拖拉机 带着一百多号人 然后把这个天网都已经铲除了 现实弹弹承诺 一定要把这个天网跟除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境 和之前是一样的严重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 刚刚进入这个浅湖区 还有更远处的 我们现在还不好说 我们接着走着 接着看 在一张网的边上 我们看到了一只鸟 它身子泡在水里 还有口气 是吗 翻嘴玉 翻嘴玉 对对对 有没有 是 还活着呢 对 还有口气 它就站不起来了 不是 这叫什么名字 翻嘴玉 翻嘴玉 是国家保护动物吗 省级的 这个天网上的 这翅膀都揪在一起了 你看 是怎么伤的 上天网的 你看 这就是说 翅膀抓 抓进来 腿上也受得伤 腿出血了 对 已经没了 没了 老黄说 这是一只 黄嘴玉 显然是被偷猎者丢弃的 因为黄嘴玉在市场上 卖不了几个钱 就等死了 这个病已经没救了 已经在等死了 大家水 水加人机 水加人机 对 不要让它死在水里 它也可能 这鸟都漂亮 是好 它吃哆嗦 是 看到了 它一个是在等死 第二个在恨我们人的 当地 数天网的人不少 但是 敢砍天网的人却不多 在这片湖滨 只有老黄 和他的朋友小葛 等几个人砍 因为砍了别人的网 就等于 断了人的财路 会遭到打击报复的 果然 砍倒天网之后不久 跟我们一同进湖的人 接到电话 说偷猎团伙 已经发现了我们 老黄的摩托车 给砸了 你再见到他 能认住他的面貌吧 把他把车打坏了几辆啊 好好好 你们也注意安全啊 他们把咱们的摩托车弄坏了 把老黄的摩托车 那半人 什么人啊 刚才见到那三个 刚才见到那三个 我现在很危险 你们折了以后 我还问怎么办 要我到 我死到 我死到 无所无所 走着走着 地上又发现了 两只死去的鸟 对对 这个也是在天网上的 你看 他现在把他翅膀剪起来了 这些人也实在是太残忍了 你看 你看 他主要也是上了这两地 两个 这都是上了这些地方 这有两三天的 能看出来是两三天的吗 从这个血 那个血气上面 我们往湖中探查的路 只能走到这儿为止了 因为前面的水太深了 但意外的是 在归途中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 远处有两个人 老黄立刻警觉起来 所以说他们就说 怕撒他们茶子 所以说现在 趁呢 有关部门还没有 正式行动以前 把天网自行 那个拆除 对方只有两个人 而我们有五六个人 我们向两个人追去 但是这两个人 显然比我们走得快得多 那两个人见我们靠近 便加快脚步离开 并且丢下了一个袋子 好难走啊 我们下来 怎么有块儿 一块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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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天网 你看这尼龙丝 他们是收天网的 沿着一大刀 暖暖的一刀就行了 不知道收了多少刀 下午三点钟 我们回到了凌晨下湖的草州处 这水里边有什么摩托车 摩托车咱们到水里边了呢 在鄱阳湖边 回望湖里 水波淋淋 芳草清清 但志愿者小葛告诉我们 岸边没有天王 但是还有比天王更可怕的东西 记者发现 这片遍布毒稻谷的水洼 已经靠近颇阳湖的大地 旁边就是候鸟保护站了 而这里却可能成为候鸟的死地 我们手上一只拿着的那只黄嘴鱼 在我们已经结束采访 离开江西之后 12月24日平安夜里 鄱阳湖边的志愿者 给记者传来了这样的一组照片 这是他们后来 在那个毒稻谷的水洼里拍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